综合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及德媒当地时间14日消息 德国总理舒尔茨在接受德国T-Online采访时表示 普京在入侵乌克兰问题上没有转变心意 他同时表示取消对俄制裁只有一种可能 即在俄罗斯与乌克兰签订和平协议的情况下 本月13日 舒尔茨与普京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通话 德媒称 舒尔茨14日在接受T-Online采访时说 很明显俄罗斯没有实现其战争目标 包括阻止北约东扩 北约没有后撤 反而实际上加强了在北约东侧的兵力 若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 北约将变得更加强大 舒尔茨说 俄卫星社称 舒尔茨还谈起取消对俄制裁的可能性 在某个时候俄罗斯应该明白这一点 在某个时候可能停止制裁的唯一合乎情理的可能性 取决于与乌克兰达成协议 在回答和解的可能条件问题时 舒尔茨说 德国要求俄罗斯撤军 其余的条件有一个明确的原则 即由乌克兰做出决定 他说 我们无法代表他们进行谈判 不能代表这一方 也不能代表另外一方 舒尔茨还表示 西方制裁绝不会对局势产生影响的观点是错误的 由于这些制裁 使俄罗斯经济遭受巨大损失 其发展的可能性实际上是有限的 俄罗斯总统普京13日 应约与德国总理舒尔茨通电话 讨论乌克兰局势 据克里姆林宫网站消息 普京13日应约与舒尔茨通电话 双方继续讨论了乌克兰局势 普京阐述了俄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主要任务 以及为确保平民安全而采取的措施 据德国政府发布的公告 通话持续约75分钟 舒尔茨敦促普京尽快实现停火 改善人道主义状况 推动以外交手段解决冲突 西方对俄制裁已达上万象 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5月8日 在即时通信软件Telergram发了一张图 图中显示 自2014年以来 俄罗斯受到了10128项制裁 其中在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后 俄罗斯受到7374项制裁 他称这些制裁是挑战 但会让俄罗斯更加强大 所有杀不死我们的 都会使我们更强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